这一节课讲的是C7C9朋友请入门的讲解 首先呢当我们拿起这个的时候 它的价值就非常高 六千多块钱一只 所以说这只朋友请 实际当中价值比较高 第二个它对维修的要求也比较高 那我们呢现在 这个时候我力图用简洁的语言 给大家把它内部的一些东西 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第一个 当我们拿到这只喷油器的时候 您会发现一个问题 发现个什么呢 我们这个喷油器 这是整只喷油器 其中有三个密封位置 第一个密封位置 下欧形圈 第二个密封位置 中间欧形圈 第三个密封位置 就是我现在已经拆掉这个位置 拆掉这个位置 也是一个上密封欧形圈 那在这个三个地方的话 把整只喷油器 分成两个油道 下油道 就是我们的柴油 就是我们的柴油 进油油道 就是 它因为这只喷油器 装在钢盖里边的 那这个时候 就是柴油从这个地方去进 进到喷油器里边去 OK 这是这个油道 然后呢 我们这个油道 我们看到了这个油道 这个油道 我们称之为高压机油道 就是这道欧形圈和这道欧形圈之间 密封的油道 称之为高压机油道 那它的工作压力 它比较高 它的工作压力 这个机油是由 发动机上有一个粗动泵 产生的压力 那它的压力比较高 压力能达到多少呢 压力从平常的时候 60公斤 到260 280公斤 正常的这个压力阶段 这是第一个 就是速冬泵产生的机油压力 它是个专门一个泵 产生的机油压力 纯 上下两道密封圈 进到里边来 然后下边 属于柴油压力 柴油压力 和咱们的共轨系统 燃油系统差不多 这是柴油压力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先把 这个喷油器 第一个 爱出现的毛病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这个喷油器 第一个爱出现的毛病 恰恰是 上欧型圈 中欧型圈 坏掉 就是上欧型圈 和中欧型圈 坏掉 大家知道 如果说你的压力 这么高的压力 您的欧型圈坏掉 是不是像我们的 共轨系统一样 就把燃油 怎么了 就把 共轨系统 把燃油卸走 产生不了压力 那我们的机油 触动泵是什么呢 机油触动泵 就是把机油漏走 机油压力不够 这个是我们常见的最多最多的毛病 OK 我们这会儿 再详细讲解 它会出现的情况 大家会看到 看到什么了呢 我们这道欧型圈 这个欧型圈 它是一个黑的胶圈 下面还有一个支撑环构成 实际当中 我们只要在维修当中 发现 这个欧型圈裂掉 大家伙一定要注意 我们看欧型环 下面的支撑环 它有一个切口 有一个切口 这个切口 是对切的切口 只要有一个脚裂掉 就是对切的切口 只要有一个脚裂掉 您必须把这个支撑环换掉 如果说纯换胶圈 不换支撑环 它绝对用不住 这个是大家伙一定要注意的 第一个问题 来我们接着再往下讲 我们这会儿把上边的胶圈坏掉 就是说拿掉 拿掉之后 我们的高压机油进来 如果说支撑环坏掉 或者说高压密红圈坏掉 我们的机油漏到哪儿去了 我们的机油漏到我们的发动机的气门石罩里边去了 这个时候车会出现的 如果上胶圈坏掉 车会出现的第一个故障就是 找车不爱找车 但是大家伙到现场去判断问题的时候 您只要把气门石罐打掉 打车 您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包括有很多对它不熟悉的人 给我视频认识 我都说你们把气门石罐打掉 您只要看见这个地方坏掉的时候 你会发现某一个缸 喷油器 就这个喷油器的侧边 能机油能标很高 能标半米那么高 一米那么高 这是欧星圈坏掉 这种欧星圈坏掉 车是百分之百不好找车的 这是上欧星圈坏掉 下欧星圈坏掉怎么办 这个为什么讲修卡特C7C9朋友器 很多时候 你就会被他咬住 为什么叫被他咬住 就因为你对他的认知不够的时候 你不注意细节 你会发现 挣这点钱不够赔他 下欧星圈坏掉 机油漏到哪儿去 机油漏到柴油里边去 而且他是高压机油 他会很快的把发动机的机油 都漏到我们的哪儿去了 柴油里边去 速度非常快 甚至说你着车之后 要不了多少分钟 机油就没了报警 所以说这道欧星圈 和下边的支撑环 这两道欧星圈和支撑环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大家伙用进口的还是比较多 这就是经验之谈 我并不是说国产的不好 只是说 这个对欧星圈 对他的意义非常大 往上漏还不好着车 往下漏就坏了 那漏到哪儿去了 内漏到我们的油箱里边去 卡特C7C9喷用器 有一个通病 它使用了几千小时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通病 什么样的通病呢 它就会把发动机的柴油 漏到发动机机油里边去 就是所谓的漏到油底壳里边去 就所谓的机油油面增高 那这种原因 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大家就理解 它所有的漏进去 都是通过这个地方漏进去的 来 大家会看一下 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 看到了吗 这个地方 在客体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洞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检查呢 第一 你要能找到这个小洞的位置 第二个 卡特的输油泵 就是说 发动机上有一特殊油泵 拿着这个输油泵 踹 就是所谓的石巾踹 就是压油 擦干净了之后 它就会从这个洞 往外去漏 就是漏到 我们的发动机里边去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内漏柴油 而且呢 我跟大家讲一个话题 就是说 大家修卡特当中 实际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跟司机 跟修理工聊一个问题 聊什么呢 聊它里边可能会怎么去修 我们很多时候有些 就是我们的维修人员 和司机的沟通是不到位的 您知道很多时候 有些人到我那边维修的时候 我经常跟他们探讨一句话 探讨一句什么话呢 如果说你有一个钢开始漏 而你别的钢都没有修过 师傅 我建议你六支都拆下来 全部修 如果说您不修 我能说我这一支不漏 但是使一段时间 你别的会漏 这个从良心上来说 咱们也是为了司机去减轻 他的什么 维修的成本 就所谓的维修的成本 他有可能今天修一支 明天修一支 后天修一支 他还不如一次性的 如果说是喷油器 公里数到 所谓的小时数到 几千小时了 甚至说有些上一万小时了 那他只要出现那漏了 让他去一次性把六支都修完 这个是我们从喷油器的上面 大家需要的注意的事项 当然我们还需要一个注意的事项 是什么 我这会儿来跟大家讲一个 就是我们在喷油器的拆装过程当中 大家伙一定要注意 这个插头 我手拿着这个插头 看到了吗 它非常容易舍掉 所以说在你包装的时候 或者说你在拆掉的时候 干任何东西的时候 这个插头一定要注意保护好